大家好,歡迎回到新一集的攝影情報室 今天很興奮,尤其是對ZMine的用家 因為另外有一支新的長鏡,又輕又細,就公佈了 這一支就是之前騰龍的150-500mm 大家都知道這支在E-Mine也推出了接近兩年時間 之後一段時間推出了富士Mine 但現在推出了ZMine 其實在不同的Mine來說 講一點知識上面的東西給大家聽 因為在鏡頭開發上面,其實遠攝鏡 就基本上不太受Mine的限制 那當然如果它那個Mine的直徑 是真是因應回本身那個Mine去做一個設計 那例如ZMine它是比較闊身一點的 就是大一點的 那其實呢,如果它用一個成像圈比較 或者屈光度的光結構比較大的方式去做 有機會它的邊位和散景是比較好一點的 但是就好像遠攝鏡來說 其實分別不是想像中那麼大的 因為本身聚焦的位置 都距離那個發言距是有一點距離的 那這次騰龍有的特別就是 它不是照搬那個Mine 有些按鈕,有些不同的 就是有關機身linear或是nonlinear的對焦 都因應回ZMine去做一個設計去做一個改進 那還有大家如果有看過Steven的測試 XP的測試 你會看到整支鏡 本身在AFS和AFC的模式 就跟Sony很不同了 對焦的反應在AFS 就是在ZMine的機身加持之下是快了好多的 那當然大家會討論 買180-600號 還是買150-500號 那這個其實見仁見智 首先支鏡的價錢一開二 如果你是價錢先缺的 那你不用想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整支騰龍加不到真去鏡 但是騰龍有VC 還有騰龍也都輕巧一點 那150-500號 可能對某些人如果不太拍攝的話 而又去旅行的話 其實是很夠用的 那但是又不需要去到600 因為其實你600有個問題就是 這支鏡比較長 因為它是一個內邊焦設計 就是變來變去都是這麼長 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有發現的話 其實可能是Sony200-600那邊 還有180-600 其實兩支鏡在那個鏡身設計 都是很接近的 那其實某程度上 而這兩支鏡本身的價錢 無論是E-mind那邊 或者Z-mind那邊 都不會說是很特別貴的 那其實這兩支鏡本身 全民都有估計 其實可能是一支暗龍來 那所以你也都不會看到 方家上面說180-600 或者200-600 那兩支鏡呢 首先第一樣東西 拍照那個風格 可能那個色彩還原的風格 跟Nikon原裝 或者Sony類似的焦距鏡頭 有一點點不同 那另外就是 也都本身沒有被原廠 立入為最高級的Line 即是沒有進去S-line 或者是E-mind的G-Master的鏡頭 那所以就基本上 選A和B和C 其實基本上都按大家 用不同用家的需要 那我自己個人覺得 反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自從這一支鏡頭 還有騰龍一口氣 在Z-mind出了 這個 7300 35-150 那今次今次就是 150-500 那其實在Z-mind那個焦距 它今年一次過出了三支鏡頭 開始令到整個Z-mind 即是現在有一個情況 就是在E-mind那邊 開始越來越是好像E-mind 即是 仗著很大的很闊的Z-mind的優勢 很短的發言距 在Z-mind上面出現的鏡頭 或者是可以假的鏡頭 而又完全 原廠開放的鏡頭 即是 變得多了很多很多的選擇 那所以 我可以預期2024年 一系列的機 例如Z-8 Z-9 接著Z-6 Z-7 Mark II 已經是 出得好齊 有Z-F 也有Z-F-C 那接下來 新的機種 真的會 可能會 明年可能的機海 會比較慢一些 比較少一些 但是Z-mind 我想真的會 過度配遠 更多不同的鏡頭出現 還有在副廠方面 都很多 G鏡頭 有機會會出Z-mind 我現在初步估 例如 騰龍 可能是20-40 因為Z-mind 沒有類似的招距 還有 新的那支 17-50 在E-mind那邊 開始做預購 都挺受歡迎的 這支 也是一支 好用的招距 這兩支都有機會 會做 還有最近 如果大家有留意 專利新聞的話 其實呢 騰龍都登記了兩個專利 一個是92.8 一個是135 3.5 微距鏡 1比1的專利 所以我覺得 明年 開始有些不同類型的鏡頭 會不會 除了變焦鏡頭之外 就會走出來 當然 暫時來說 在E-mind裡面 最受歡迎的一支 天涯鏡 28-200 2.8-5.6 應該希望 這支鏡 如果都有Z-mind的版本 那就非常之好 那 不知道大家講得怎麼樣 其實接下來 新一年的Z-mind 你見Z-9 它就剛剛update了4.01的Firmware 那令到整個 整部機 那個功能又超越了Z-8 那 也都沒有什麼落後 因為其實我覺得 今次Econ 在做那個機身的定位 是做得很好 就是它一開始 就沒有那個機械在門 那還有 令到整部機身 就是在 對焦的速度 不同的AI的 去找東西的 焦點的速度 那是一次過 爬上最高的水平 那 對於 Donny 對於Canon 來講 其實那個壓力都幾大的 那 也都令到 去年 又前年的業績比較差 COVID那時候比較 甚至說要生產廠房的那些 今年又一次過 無論在一經那個 股票指數 另外在那個 就是 市場市場內 都爬上來很多 那當然你說看 日本SIPRA的數據呢 跟Canon 和Sony 做了一些距離 那但是它都隱然變成 第三位了 那還有 對於不同的 就是用家 例如是要 需要拍片的 或者是需要一個 快速高速的機身的 那或者是一個 很高像素的機身的 那它都可以給大家 那所以來人我會幾看好 下一年 Nikon 在 就是 相機上面的發展 那還有 令到 就是在那個鏡頭那方面 那個 就是認受程度是多少 那 而且 你是如果你是 設定板用的用家呢 你開始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 你不需要再擔心 說 喂問一下 什麼時候設定了 那樣 似乎廠商 開始 就是 騰龍和Nikon 開始磨合得比較好 就你猜 就像今年一樣 一次過出了三支鏡頭 那 令到 變成現在 現在的選擇 完全的選擇 是比以前多了很多 好 那今集節目時間 就這麼多了 那下次再見了 拜拜